古泰今天一樣用手機簡短的錄個短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對這個盤石的一些看法 那古泰今天喉嚨有點痛 今天不太舒服這樣子 那剛剛有先去做快篩啦 那快篩是沒事情 所以後來有跑去看醫生這樣子 那剛吃完藥 那今天其實最大的一個亮點 就是剛剛8點半CPI的公佈 如果大家有在電腦前面的話 其實那個一瞬間基本上是非常刺激的 非常刺激的 那古泰剛剛其實也有用錄影 把這個過程錄下來 基本上是蠻刺激的 短短的幾分鐘5分鐘之內 就台紫期從14938直接跌到147開頭 蠻戲劇化的 那道琼也從32667直接跌到318開頭 基本上是蠻刺激的 那這次的CPI預期是8.1 公佈是8.3 公佈是8.3 那古泰一直有跟大家講 其實操作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節奏你一定要抓對 這個 應該是說這一兩天被軋空了一定很不爽 你一定很不爽 那其實古泰一直跟大家講 基本上大家去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就舉例嘛 那個 那時候8月份 古泰在跟大家講 法人換倉成本的時候 其實你加1000點 加1000點大概也剛好在接近哪裡 15461 153X多 大概在這邊 對不對 那8月19號古泰在放空的時候 也是一樣嘛 法人換倉減1000 是不是剛好來到143X多 剛好滿足 人家主力就是幹嘛 都是這樣做 都是這樣做 你連續這三天 包括軋到今天的日盤被停損 夜盤停損在最高點 現在4號回頭看 有沒有覺得法人換倉 你就 每一次就跟著法人換倉做就好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瞎搞混 我相信大多數空單的朋友 你大概 有的人可能是空在9月7號 有的人空在9月8號 到今天 日盤 早盤 你可能全部停損光了 現在夜盤跌回到你的成本 又如何 你已經停損了 現在事後 事後的財富跟你有關嘛 所以古泰常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很喜歡海目標 我看到萬八 我看到兩萬 我看到幾萬 你沒有躲過大危險 後面的財富跟你無關啊 你已經幹嘛停損光了 所以 麻煩大家節奏 抓好 節奏抓好 那你說CPI公佈 坦白講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預期 也沒辦法去預期 那現在 古泰到底 要怎麼看 古泰今天身體不太舒服 所以古泰講重點 古泰講重點 原則上大家記幾個數字 好不好 大家記幾個數字 小道窮 31644點 今天絕對不能說破 古泰現在 前五分鐘啦 古泰現在錄影 前五分鐘 他最低已經來到 31622點 今天的收盤絕對不能說破 今天的收盤絕對不能說破 如果這邊收破 我先講好 如果這邊收破 應該是說 小到小那台子期 未來這幾天 包括似乎是要結算 anyway 反正未來這幾天 絕對不能收破 收破 坦白講 幾乎啦 幾乎 這 冬秋節以來 這幾天的反彈 我們暫時性的把它看成結束 暫時性的把它看成結束 這裡 隨時很有機會 在破底 隨時很有機會 在破底 所以 小到窮 31644點 小那 12306點 台子期 14680 這個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明天早上大家起床 你絕對不能看到三大指數 日限全部收破 我現在是講小到窮 跟小那斯達克 我不是講現貨 我不是講現貨 我是講期貨 我是講期貨 那期貨 基本上 近乎啦 24小時 還跑了 所以 明天的盤潛 也是一樣 明天盤潛的小到跟小那 一樣 31644 之上 你這邊 你想要搶個短多 我沒有意見 可是只要破了 反正這三個數字 只要破 在這三個數字之下 不要貿然的追多 不要貿然的做多 這個 再下去 再下去 基本上 呃 是有機會破近期的短地 呃 是有機會破近期的短地 OK 那最近 其實今年股 他一直在跟大家講 基本上 呃 日盤跟夜盤 你要分開看 日盤你看起來很強 不好意思啦 轉折都在夜盤 有沒有發覺 今天跑去做多了 可能又哭了 日盤 你看到股票很強的 手劍亂埋的 可能明天又要哭了 或者是你現在看到很空 看到夜盤很空 說不定水行就收平盤之類的 所以 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趨勢 擺第一 今年就是空頭年 今年就是空頭年 趨勢 是空 沒有錯 那空頭 空頭 還是會有什麼 反彈的時候 你要定義好 反彈是極短線的多 反彈是極短線的多 可是你的長線趨勢還是沒有變 長線趨勢還是沒有變 所以 大家不要搞混 你要做多要做空 麻煩大家 先訂好你自己的周期 為什麼有人 在空頭年 做空還是會賠錢 因為 你空在極短多的時候 為什麼 在 這個空頭年 還是有人做多會賺錢 因為人家做多在極短多的時候 所以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古代有跟大家講 你說這一波 不要跟我講幹話啦 你按照法人 換艙成本 你有把它 納進去加參考的 不要太貪心的 你會 蹦到在 一萬五千四百多點 一萬五千三百多點 這邊做多嗎 還在那邊傻傻的 自以為 萬六萬七萬八要看到了 對不對 阿一樣嘛 法人換艙減一千 八百到一千 你會蹦到在 一萬四千三百多點的時候 這邊跑去放空嗎 放空就算了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中秋連假 對不對 古代也有提醒 來到這邊 看聽 除非他直接跳破 除非他直接跳破 對不對 阿結果勒 你看 大漲反彈這幾天 然後來台股修飾 結果呢 禮拜一 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二 對不對 你上禮拜的空單 在今天最高點 停損在最高點 阿停損在最高點 現在又反殺回來到你的 不空成本 會不會覺得很幹 一定會 你一定會覺得很幹 所以呢 一樣 你如果心中已經有 劇本 已經有價格 已經有點位的 其實你操作 游刃有餘 你不會在一萬五千四百點的時候 你會很積極的想要看多 你也不會在一萬五 一萬四千三百多點的時候 還質疑的說要看空 對不對 反彈這三根 對不對 明天 會不會一黑吃三紅 不確定 不確定 那現在 美股基本上 卡在這邊 大窮現在 大概卡在 三萬一千六百四十幾點 所以呢 反正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今天晚上要不要去抄底 我是 不建議 我也不會在這邊抄 而且古代是空單 古代是空單 那 基本上 大家特別留意啦 特別留意 明天 因為明天又適逢周選結算 那周選結算 你說 主力會不會刻意 刻意 存在這邊或幹嘛 我先跟大家講喔 我先跟大家講喔 這三個點位 這三個點位 比如說明天早上收盤 你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 或者是盤前的小娜跟小道 這三個點位沒有站回去之前 大家 不要太輕易的做多 好不好 不要太輕易的做多 先跟大家講到這邊 因為 禮拜三撐晚 假設今天晚上日線是收破的 禮拜三就算台子騎 我們那一隻在那邊亂搞亂撐 黑手那麼亂撐 禮拜四 該還的公道還是會還 所以呢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接下來三四五 接下來三四五 這三個價位 你要做多的 你要做多的 古代看到這三個 同時站上去 我才會 小小的做多 那 聽筍很好手嘛 就是 最近的底點 最近的底點聽筍很好手 相反的 相反的 這裡如果收破 明天就算再撐一下 假設每一股都破 然後台股自己在那邊玩 自己在那邊撐 禮拜四 禮拜三撐完禮拜四還是要下 所以基本上大家特別留意 原則上大家就注意這幾個觀察重點 CPI 目前看起來 這個市場目前還在消化 目前還在消化 那 古代有跟大家講 重點是什麼 大人還有華爾街他們怎麼做解讀 那 原則上 下個禮拜 還有下下禮拜基本上 還是有蠻大的 因素啦 尤其是台股 台股基本上 還有一個那個 美對台的一個政策 那個 有關就是我們政治方面 兩岸方面的一些議題 所以 基本上 台股可能 會相對於 其他國際股市 漲 可能會更受到壓抑 漲可能會更受到壓抑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大家 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OK 好了 今天就大概先這樣好不好 今天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今天晚上 我是不建議大家去抄底 因為 這個點位 因為這三個點位只要一破 這個底 就不知道哪裡是底了 這個底就不知道哪裡是底了 所以 你如果要 譬如說要抄底的人 古太子會在這三個附近 然後 抓好停損 或者是等他破底翻 假跌破 不然這三個點位只要一破 基本上又回到 又回到之前的空方慣性 回到之前的空方慣性 坦白說就是拉高空 這麼簡單 OK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因為古太今天也不太舒服 那 目前夜盤 剛好 你要看均線的人也可以啦 古太是不看均線啦 OK 好你們就自己看一下 好 那 最後 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啦 這個 時間過了應該 稍微講一下啦 剛好有分析的小編也有跟我講 那 24號 你有報課的同 同學 有報課的同學 就是 大家 記得 時間 空出來 時間空出來 那 我再簡單的講一下啦 就是 下半年的三堂課原則上就是 會主要 教大家 避險 避險跟當衝 避險跟當衝 那原則上 大家敲碗很久的棋子跟選擇權 還有 古太怎麼樣判斷大盤的一些方式 那古太都會在 這一堂課跟大家做分享 那再來就是古太看盤頁面的分享 這邊古太會都 大概一到兩個頁面 就是你是做股票的人 或者是你是做旗子的人 古太會大概都兩個 頁面 那 會直接 給你 那你直接套路之後 賄賂之後就可以直接做使用 這可以直接做使用 就是會直接把看盤頁面給你 這樣子 古太也會講一下 自己當中怎麼選股 好 然後點數權重資金流向亮人的撐壓要怎麼做 怎麼抓這樣子 那原則上 這邊 下面這邊是古太覺得 就是送給大家的 因為古太也怕 這個時間 古太講不完 所以 原則上在上課的前一天 然後 就會 台直期的入門跟選擇的權的入門 會直接 放在這個 社團上面 大家就直接去看 原則上上課前 大家 把它看完會是最好的 因為 基本上 古太在講課的時候你會比較聽得懂 然後 當中看盤頁面會直接給大家 會直接給大家 好那 你這一堂有報課的學員我們就會抽一趴 那 下一堂課免費 另外再抽一趴是下一堂課五折 OK 那比較重點的是 古太在第三堂課 下半年的第三堂 我會講 這個 籌碼到底要怎麼去看 籌碼到底要怎麼去看 包括這個 集權的籌碼跟個股的籌碼到底要怎麼去看 所以 基本上 在 第三堂課 下半年的第三堂課之前 古太會 建立一個群組 會建立一個群組 那你只要第1堂第2堂跟第3堂 都有 上 只要你有上過的同學 基本上我都會把它拉進來 那原則上我也在 我也會在裡面 我也會在裡面 所以這個到時候 古太就會是 轉貼一些 期權 或是個股的籌碼 還有 可能應該會有一個類似機器人的東西 然後 去分享一些資訊這樣子 OK 所以 這個 就是 等於在開一個群組 單純就是 for 大家去練習 然後 大家討論交流 怎麼樣去 看這些期權的籌碼 還有個股的籌碼 OK 然後也會有 也會有一些這個機器人的一些 就是 自動化的一個資訊 OK 那大家就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 你覺得 你可能 有興趣或者是 對你有幫助的話 就是 把握一下 找鳥吧 我記得找鳥 好像 好像有比較優惠的樣子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邊 然後 重點是 還有這個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昨天的 古太在中秋節 那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講 原則上 不用看了 好不好 那個 禮拜一開盤就到定位 然後就一條線 所以呢 你如果 已經 其實很多人 其實也是 齊權當衝的一個 齊權當衝 還有你要做單時候 你就要去想一下 隔天會怎麼走 你如果 心裡已經知道劇本 隔天一開盤就到定位 然後就一直線 你會笨到在這邊 去 做多 或者去做空嗎 大家去看一下 這一條線 做多有錢賺嗎 沒什麼錢賺 可能賺個5點10點 對不對 你做空有錢賺嗎 也沒有錢賺 所以 這也是 齊權當衝 齊權你要做單 你要做期貨選擇權 你必須要去規劃的一門客 很多人 可能 就看到某些訊號就衝進去 可是 你有去想過 你有如果有心裡 已經有劇本 今天 後面都是一條線 那後面都一條線 你就可以選擇不做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後面一條線 那你幹嘛進去 你進去等於沒什麼賺 沒有什麼賺就算了 還打停損 停損就算了 還賠手續費 所以呢 這個 像 禮拜一股股 他已經沒有做單 我就沒有做單 為什麼要做 你明明知道 知道劇本就這麼走 幹嘛做 OK 然後這個 特別要跟大家講這個啦 大家記得這個 去寫一下問卷 去寫一下問卷 那就是 主要是要問問大家 就是調查一下 大家在目前在期指 或者選擇權 或者股票當初目前有沒有遇到什麼一樣的一個難題 或者是困難 或者是你希望 古泰 在上課內容 可以多講一些哪個部分 那 基本上 古泰 課程原本就有安排想要講的東西啦 如果大家你有特殊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主題 其實古泰也會動態的 動態的依照大家的需求 幫大家 也不是解答啦 我們都是互相 基本上 古泰會分享一下 如果我遇到你 像 像你的 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OK 所以大家就盡量踴躍的填寫 其實 古泰有看到 一些 一些 就是朋友 還有一些學院 其實有 都有留言 古泰也會針對大家 有留言的東西 那古泰會斟酌 看有沒有機會 把這個 主 你們問的問題 加入這個課程的內容 加入這個主題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 這個課 的內容 會 等於是幫大家客製化 就是希望 來 真的 讓大家真的有 找到自己 想要的解答 然後讓大家真的有學到東西 OK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 那原則上 明天 不用太緊張啦 不用太緊張 可是呢 這三個點會破了 你就真的要緊張了 好不好 你就真的要緊張了 好不好 原則上這個 上一次 預期是8.7 然後公佈是8.5 那 其實 FED的 連轉位 其實 你看喔 從今年以來 陸陸續續升了好幾碼了 對不對 那 也陸陸續續很多 打壓通膨的措施 結果咧 結果咧 這個差一個月 大概 你看 只降個0.2 只降個0.2 所以 這邊其實 對於通膨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還是不用 太過度的樂觀 好不好 而且 像前陣子之前不是有人預期明年就要什麼 現在是升息嘛 有人預期明年升過頭明年就要降息 古太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降息也不可能是明年 好不好 也不可能是明年的 你說後年可能還有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 目前確確實實 這數據反映出來就是 就是還是蠻高的 所以 你說要達到 FED的一個 目標2% 我覺得還需要很長久的一段路 還是要很長久的一段路 所以 今年 反正 古太已經定調完了 到年底也是一樣 我不管你有什麼選舉行情 古太已經有跟大家講過了 我已經有跟大家講過了 今年 就是 趨勢就是空 可是空裡面 還是會有 極短多 極短多是反彈 所以麻煩大家 你今天在下單的時候 你要先去想好 你現在要下什麼單 現在到底是極短多還是極短空 你空方 空軍 你要在哪裡空 你要在極短空 對不對 除非你放很 放很 放很久 你 基本上是要做一個非常大型的波段 那你就是分段空 那你自己 停損要抓好 像 不要跟我講太多啦 這個棋子 大概300點到500點 沒有一個小閃戶受得了 對不對 你如果大戶另當別論嘛 我500點空 空幾口 500點可以給他空幾口 所以 小支組跟大戶的操盤方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要 古太一直有跟大家講過 小支組子彈只有一發 大戶人家子彈無限 所以 你不要用人家大戶的玩法 人家大戶 分批加碼 分批幹嘛 分批放空 分批做多 你沒那個本事啊 你沒那個本事啊 尤其你又是還齊全的人 更注意 齊全 他有什麼 選擇權 或者是權政 他有時間價值的問題 所以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像古太 古太有跟大家講 越是小支 你越要 斟酌 盛選你的進場點 因為 你輸不起 小支組你輸不起 人家大戶我可以硬撓啊 對不對 我看錯了 人家大戶不懂什麼技術分析 我也不懂什麼籌碼 我也不懂什麼基本面 我人家有錢 逢低加碼 買到有一天低點都他買的 對不對 放空 人家空到有一天 空點都他空的 所以 小支組貴小支組 大戶貴大戶 玩法不一樣 所以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特別留意 好啦 那今天呢 古太也就分享到這邊啦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 我會想說